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份报告什么呢 就是最近大家知道的 印尼政府说 即将在2017年 不再输出他们的劳工来到台湾 我们今天要来看为什么呢 正是因为这件事情 劳动部没有告诉大家的是 印尼政府要求长期以来 17年来没有调长薪资的家务劳工 要到基本工资的保障 印尼政府要求 在台湾的服务费 其实中介都是服务部主 所以服务费应该要部主几部 但是劳动部像这两项 劳动部不愿意正式 台湾对于家务移工 17年来没有调长薪资 20几年来没有休假 20几年来没有加班费 365天为台湾的家庭 为我们代劲下道的家务移工 完全没有在劳动部的法令保障之下 台湾开务工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现在听了仲介给劳动部的建议就是 越南工人在台湾的所有的仲介体系是完善的 因为我们台湾前几年认为 越南劳工在台湾会谈好 所以我们就动结了越南工人 现在劳动部提出的数据就是 他要重新解答越南工人 来解决台湾开务工的人力的需求 所以我们演出这些东西希望大家了解 我们台湾政府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在回应要保证他家他国工人的这个政府 用的方法就是四处在血汗工厂一样 把工人奴工引进台湾 剥削他们从头到尾 并不重视劳动的这个劳动权益 问我不是劳动部部长 为什么我这么不注重劳动权益吗 你们到底是搞错什么事啊 看看我这个招牌 对我可是奴工购卖部啊 越比起奴工来台湾对我来说越好 我是奴工购卖部 全世界奴工这么多 谁欺骇你印尼政府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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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要說 印尼政府提出的訴求 我們不答應 不答應給這些十幾年來 薪資都不到牢基法保障的家務工 有一個基本的牢肉條件保障 也不給這十幾年來 二十幾年來 都沒有休假權利的家務工休假權 他要繼續去找剛剛看到的那些 勞工 斯里蘭卡 緬甸 重新開放越南 台灣政府以尋找奴隸的態度 向世界給我去找奴隸 這樣的人口慢運的狀態 就是政府 勞動部 陳雄文 帶領著勞樂部正在組織性的犯罪 所以我們要大聲喊 反對 勞工制 反對 勞工制 反對 勞工制 anti-slavery 反對 勞工制 護士 抖血呈 grant grapes 84 higher ация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